在這個單元我們來介紹熱力學 我們把整個熱力學的內容分成下面 六個項目來做介紹 我們會首先先介紹熱力學的四個重要的定律 然後介紹平衡的觀念 以及溫度的定義和溫度的測量 然後我們來測量熱 熱怎麼樣可以被測量出來 然後我們透過 理想氣體 這樣的一個系統 它怎麼樣來做工 所以有了溫度的概念 有了熱的概念 和氣體做工的概念之後 我們還要引入一個非常重要的熱力學系統當中的內能的觀念 透過氣體運動論 我們來認識什麼是一個熱力學系統的內能 有了這些基礎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建議熱力學的第一定律 透過幾個不同的熱力學過程 來 看出 這個 熱力學第一定律的內容 在熱力學當中呢 有四條定律 第一個 是所謂的熱力學第0定律 它告訴我們說 兩個系統 由於它有熱量的交換的話 時間久了 它們將會趨近一個 熱平衡的一個情況 也就是 相信會有一個 熱平衡終究會達成 當熱平衡達到的時候呢 我們的熱力學 兩個系統的熱力學的性質呢 都不再隨時間而改變 就達到了一個平衡狀態 這個對我們 日常生活中 對溫度的定義 是非常有意義的 否則的話我們量到的量 就沒有任何 意義了 對不對 如果一個系統 根本就不可能達到平衡的話 那我們量到的量 其實是會隨時間的改變而改變 那我們的溫度的概念 就完全崩潰了 好 熱力學第1定律告訴我們說 當系統對外界 有 熱量的交換 它可能從外界吸收熱 或者放出熱到環境當中 或者它對外界做工 或外界對它做工 所以一個系統對外界有一些 功與熱之間的交互作用的時候呢 我們發現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定律 要被遵守 那就是 能量守恒定律 當然 這個能量守恒定律 跟我們在力學裡頭所學到的 這個能量守恒定律 有一個非常大的不同 就是我們在這裡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量 叫做熱 熱也是一種能量的形式 所以當我們考慮一個系統對外做工 或者它內部的能量發生改變了這些過程 當中要考慮 它跟外界的熱之間的交換 整體的一個能量守恒定律 這是關於熱力學第1定律 熱力學第2定律呢 是非常有趣的一個定律 它的基礎呢 是說 我們觀察我們自然界的很多現象呢 我們發現 低定律 不違反 但是 某些過程 就是不發生 比如說我們會發現 我們 這個熱呢 並沒有辦法 自發性的 從低溫的物體 流向高溫的物體 這樣一個現象 我們發現自然的過程都是從高溫的物體把熱傳導到 低溫的物體上面去 這個現象 是一個自然的現象 反過來的現象就不發生 這樣子一個 熱力學過程具有方向性的 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 自然法則呢 我們把它 敘述成為 熱力學的第2定律 那麼 熱力學第3定律呢 在告訴我們說 如果我們要把一個熱力學系統的溫度下降 要把它降溫的話 我們發現 我們不可能在有限數量的過程中 要把這個系統 降溫降到絕對零度 充分了解熱力學的這4條定律 以及如何利用這4條定律 來 分析 一個熱力學系統的 過程 跟它的應用呢 是熱力學這門課 非常重要的目標 我們不可能在 科技與物理這門課裡面 全部來介紹 我們就把主要的觀念 跟 它的一些現象 跟同學們來做介紹 首先我們再說一下 熱力學第0定律 我們都知道一個人如果發燒了 我們會拿一個體溫計 來量它的體溫 當我們做這個測量的時候 其實我們已經用了一個基本的假設 就是這個溫度計 跟這個 小女孩的身體 會達到一個熱平衡的狀態 當這個狀態達成的時候呢 溫度計的感應器 也會達到小女孩的 身體的溫度 同樣的溫度的時候 那麼 這個 溫度計所顯示出來的刻度 就是 這個小女孩的溫度 這個就是 熱力學第0定律 換句話說我們看右邊這個圖呢 如果有一個系統 A 用一個溫度計來測量它 得到一個 溫度的數據 如果把這個溫度計 再拿來跟 B 做熱接觸 量出 溫 這個 跟 B 達到熱平衡的時候 會得到一個 溫度的讀數 如果這兩個溫度的讀數 是一樣的話 那麼我們把 A跟 B 把它做熱接觸的時候 再拿這個溫度計 再來量 新達到的平衡狀態的時候 我們得到的數字 當然還是同一個數字 這個就是 熱平衡定律的一個 地推性質 的一個展現 這樣的一個條件 當然 是 必然在我們日常生活中 是被 滿足的 也就是因為 有這樣子一個 熱平衡的 現象 我們 對溫度的測量 才有意義 我們再來認識一下 什麼是熱力學 第一定律 我們有一個熱力學系統 這個熱力學系統呢 它可能 可以對外界做工 或者呢 它 可以 我們再來認識一下 什麼是熱力學 第一定律 假想我們有一個熱力學系統 這個系統可能會 受到外界的影響 外界 可能對這個系統來做工 所謂外界就可能是環境 對不對 環境對這個熱力學系統做工 或者呢 從 外界傳進了一些熱 到這個熱力學系統當中 當這些跟外界發生的一些 作用的結果 都會對 這個系統的內能發生改變 如果 我們的這個熱力學系統 它的狀態 從狀態一 改變到狀態二 因為 接受到這些工 或者接受到這些熱能 而產生了狀態的改變 所以它的熱能的 增加量呢 可能 從 原本的 U2 變成了 U1 兩個相減 就是 得到我們 熱能的 內能的 增加量 我們舉個例子就像這樣子 如果 我們有一個 這樣子一個 熱力學系統呢 它 可能會 跟外界有一個 工的變化 比如說這個活塞 會 會這個 改變它的 高度 對不對 對不對 還有呢 比如說 在下面有一個加熱的這個基座 熱會從外界傳到這個系統當中來 造成這個系統的改變 這個系統可能原本是水 接收的熱 就開始 升溫升溫 最後呢 開始沸騰 所以就有蒸氣了 對不對 所以 這些呢 都是因為 跟 環境 或者跟外界 做了一些 交互作用 有熱跟 弓之間的交互作用 那麼 第一定律就在敘述 當 這些量 發生了一些轉換了以後呢 它必然要滿足一個非常重要的 能量守恒的 法則 就是 這個系統 從外界 吸收的 熱 它可以對外界來做工 或者 也可以成為自己內能的 改變 這三者之間 存在這樣一個 等式的關係 就說明了 這是一個 能量守恒定律 關於這個式子 我們可以再用下面這個圖來說明 我們從這個 先從這個圖來看 當 我們 這是我們的熱力學系統 外界給了它熱 那我們就稱呼這個熱的 Q呢 是大於0的 從外界吸收熱 對這個系統而言 Q是大於0的 如果系統 對外界做工 對外界做工 那麼 我們的 W呢 也是大於0的 對外界做工 對不對 所以 我們定義 對外界做工為正 從外界吸收熱 為正 對這個系統而言 反之呢 如果 外界 對這個系統做工 那麼 工呢 就是 小於0的 換句話說 系統對外界做了 複工 對不對 同樣的 如果 這個系統 對外 輸出了熱 那麼這個熱呢 就是小於0的 所以我們對 熱跟工 是有一個 符號的 一個定義 對不對 啊 那麼 啊 假如說 我們這個系統呢 以這個例子來講的話 從外界吸收了150焦耳的熱量 請記得這邊是焦耳 能量的單位是焦耳 150焦耳的熱量從外界 送到了這個系統中來 從外界吸收了150焦耳的熱量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系統又對外界做了100焦耳的工 比如說就像剛剛的活塞 向外推 向外推他就向外做工 做了100焦耳的工 那麼 我們的熱力學定義力就告訴了我們說 在這個過程當中 系統 會增加了他的內能 U會增加 因為 進來的Q 是150 OK 150 減掉 系統對外所做的工 100焦耳 150減100焦耳 150減100 得到正的50焦耳 所以系統的內能就增加了 我們可以再用這個圖來了解 這邊的內能增加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們從外界吸收的熱 這個熱 進到這個系統當中 會讓氣體分子 在這個氣缸裡面的這些氣體分子的速度增大了 因為他的能量增加了 所以他會用很快的速度去撞這個活塞 把這個活塞往外頭推出去 所以 活塞往外頭推 就對外界做工了 所以對外界做了正的工 100焦耳的工 就是這樣來的 當然 他 做了工之後 速度就會減少 但是整體來講 還是比 吸收這150焦耳之前的速度還是快了一些 所以他雖然對外有做工 但是 內部的能量還是增加了一些 這個呢 就是在第一定律所呈現出來的 他的這個 能量守恒的意義 有圍觀上的意義 還有這個熱 跟弓 在這裡頭所扮演的角色 希望同學能夠利用這個圖 來了解 什麼是熱力學第一定律 在這個 圖表裡面呢 更進一步的來展現出 我們是一個人體 我們人體呢 也是一個熱力學系統 我們要 吃東西 我們要工作流汗 對不對 這個過程當中 就是有很多的 做工 我們睡覺的時候 沒有吸收 熱量對不對 我們沒有吃東西 但是我們的 器官 還在運動 我們的心臟還在跳 我們的肺還在呼吸 所以我們是有做工的 對不對 對外界做工 所以 有個工的輸出 然後我們一早起來 我們就會吃早餐 吃了早餐 就吸收了外界的熱量 然後呢 當然我們身體還是在動 也有做工 然後呢 我們就開始做工了 做工四個小時 對不對 我們在這段時間 並沒有吃東西 所以沒有熱量 補充進來 但是 我們做了工 做了這些工 到了中午的時候 又吃了一些東西 對不對 然後 我們所做的工呢 當然比 那四個小時 所做的工 還要少一些 對不對 然後 接著又做了四個小時的下午的工 輸出了 這麼多的 工的量 到了晚餐 又要吃食物 然後呢 再去做運動 又輸出了工 最後看看電視 睡覺 所以 總共一天的 這個 熱量 跟工 還有內能的 轉換 之間我們發現 內能 的變化量 總共是零 那這樣就可以維持這個人的平衡了 對不對 內能沒有增加 也沒有減少 所以他的體重呢 就不會有明顯的變化 就可以維持在一個 健康的體重上面 只要他的 吃的 食物的熱量 跟他一天工作的量 達到平衡 他的內能 就能夠維持不改變 他的體重也就不改變 OK 這是我們從熱力學第1定律裡面 可以學到一個 非常 簡單 日常生活中的一個概念 好 再接著我們來認識這個熱力學第2定律 熱力學第2定律是 這樣講的 我們知道 自然界的很多現象呢 似乎都有一個方向性 他只能自然的 往一個方向上去發生 沒有辦法自然的 從反方向 這個進行回來 這個過程好像只有一個方向 比如說 熱 只能從這個熱的物體 流向冷的物體 沒有辦法 很自然的 要從冷的物體 流向 熱的物體 把熱流 從冷的物體 流向熱的物體 這個並不違反 我們剛剛所講的 熱力學第1定律 因為 能量 仍然是手橫的 對不對 能量沒有損失掉 它只不過從冷的地方 要 轉向 熱的地方 但是這樣的 過程呢 卻不能夠自然的發生 如果我硬是要讓這樣的過程發生的話 我還要有其他的 設計 讓其他的 過程 來幫助把熱 送到冷的地方 從 從冷的地方送到熱的地方 所以 這樣一個過程 並不是自然發生的 另外的話呢 我們也 從日常生活中發現了 我們可以用 熱來做一個機械 來幫我們做 做工 對不對 比如說蒸氣機啊 熱機啊 這些 都是一樣的 比如我們的汽車 引擎 也是在燃燒 汽油 燃燒汽油的熱能 產生的這個 動力呢 來做工 我們發現 所有的熱機呢 都不能夠有百分之百的效率 所以這個效率是什麼呢 就是你轉換出的工 除以你 吸收掉的熱量 所以 你會發現 你不能夠把所有的熱量 全部拿來做工 這個也是一個自然界中非常 經常可以觀察到的一個現象 最後呢 我們還 可以有第三個敘述的方式 就是自然發生的過程呢 總是 走向一個 更加 無序的狀態 從一個比較有序的狀態 往一個無序的狀態方向去演化 去進行 自然過程 自然發生的過程 似乎都有這樣一個共通的 這個 法則 一個定律 存在 一個現象 那麼 這個無序的狀態 我們可以用一個新的定義的一個物理量 叫做商來描述它 換句話說 會更走向 商更大的一個狀態 只要是自然發生的狀態 幾乎 都會走向 商更大的那個方向上去 這個呢 就是 熱理學的第二定律 好關於 第三個這個敘述呢 我們可以用下面這個圖 來顯現 它的意義 我們說會走向更為無序的狀態 就像這裡 我們原本準備了 一杯的清澈的水 跟 一些彩色的墨汁 我們把彩色的墨汁 墨水滴擠出來 擠到這個水裡頭去 你就會發現 慢慢的水就開始 那這個墨水呢 就開始擴散 慢慢的 成為一個 均勻分佈的一個 狀態了 對不對 所以我們發現 從這裡 在 進 過程再演化到這裡 再到這裡 整個過程是這樣過來的 可是你 在你的有生之年 你大概不會看見 一杯 均勻混合的 彩色 墨水 的這樣 紅色的一個墨水 的一個 混合狀態 會 倒過來 進行成為這樣子 又進行成為這樣子 最後墨水滴會 集合在一起 像到這裡來一樣 回到原來的清澀的水 我們在有生之年 大概都不會看見 這樣的過程會發生 這樣的過程 難道 有違反任何能量守恆定律嗎 沒有啊 對不對 分子如果有運動的話 他要慢慢的往一個方向上運動 最後 慢慢的到 意面上來 慢慢的再從意面又集合成一個墨水滴 這個是 運動 沒有 違反他要往這個方向去運動 可是我們的系統 就不往這個方向上去 去進行 這個 似乎是一個 熱力學系統 所共通存在的一個現象 這樣的一個現象 我們就 用熱力學第二定律來 敘述這樣的現象 熱力學的第三定律 是關於 我們的 低溫的這個技術 我們可以用很多 降溫的方法 把一個系統降溫 比如說氣體系統 我們也可以降溫 一般我們的冷氣機 就是利用到 這種 壓縮膨脹 壓縮膨脹的過程當中 來降低溫度 我們也可以用所謂的 決熱去磁的方法 把一個磁鐵的系統 磁材料 磁性材料 把它降到10-7K 這樣低 甚至於還比 這個溫度還要低的溫度 現在我們都做得到 可是即便是到這麼低的溫度 到底 能夠 很快的達到絕對零度嗎 啊 事實上 我們發現呢 我們的 熱力磁系統 是越 來到越低的溫度 給我們的困難越高 越難 繼續往下降低溫度 所以 第三定律就在告訴我們說 我們沒有辦法 在有限次的這個 熱力磁的 過程當中 就要達到 降低溫度 達到絕對零度 除非你做無窮多次的 降溫的動作 才有可能達到絕對零度 換句話說 絕對零度 在我們 這個 真實的世界當中 無法達到的 一個境界 這是熱力磁的第三定律 要告訴我們的內容 下面呢 我們來利用這個圖 來介紹 我們 人類 如何 要邁向 更低的溫度 低溫的技術 在這裡我們介紹 所謂的絕熱去磁冷卻法 這個做法是這樣 這邊有一個 具有磁矩的磁性材料 這個 裡面的磁矩呢 在 溫度比較高 T0是一個比較高的溫度 在這個溫度下呢 有很多磁矩 它的排列是 分亂的 並沒有 有序的排列 那麼我們透過 從外界加一個強大的磁場 到這個 磁性材料裡頭 用這個強大的磁場 把這些磁矩 把它排列整齊 這個時候呢 如果我做這樣一個 加磁的動作的時候 原則上 這些磁矩的 材料的 這個磁性材料的 這個 溫度呢 是要提高的 所以 如果 我刻意的在 這個 材料的周圍 用了一個 原本粗食溫度 的 這個 熱褲 或一個 冷 冷卻的 這個 冷 冷卻的這個機制呢 圍繞 這個磁性材料的話 那麼 瞬間要產生的 高溫的這些熱量呢 就被帶走了 被外界的這個 冷卻 冷媒呢 把它帶走了 所以它可以維持在 原來的 T0的溫度 不改變 而且 裡頭的磁矩 已經排整齊了 所以你可以看 這個狀態 已經 被改變成為 這個狀態 這個狀態的溫度 跟這個狀態的溫度 是一樣的 可是 這裡的磁矩排列 不整齊 這一邊的磁矩排列 是整齊的 為了達到 從這個狀態 達到這個狀態呢 我們做了一個 加持 而且做了一個 冷卻 一個冷卻劑 把 這個 升高的溫度 這個 熱量呢 把它帶走了 所以讓它能夠維持 在這個狀態下 當它維持在這個狀態下的時候呢 我就先做一個動作 把這個材料 原本在冷卻的 這個 熱褲呢 把它隔離掉 整個變成一個 絕熱的狀態的時候呢 我開始做 去磁的動作 把磁場去掉 當我把磁場去掉的時候 這些磁矩 就不再受到外界磁場的控制 它又要開始 變亂了 當它要開始變亂的時候 就會從材料的 其他部位 吸收熱量 使得整個材料的溫度就下降了 所以 從這個 狀態 沒有磁場的狀態出發 到最後 又回到這個 沒有磁場的狀態 我們比較可以發現 它的排列 一樣是變亂了 是一個亂的狀態 但是溫度呢 原本是T0的高溫 現在從T0 降低了一些溫度 這個降低的溫度的原因 就是在去磁的過程當中 這些磁矩 想要恢復自由的亂排的過程 它從外界吸收了一些熱量 使得 整 整體的 所謂外界是指的 我們這個磁性材料 不是只有磁矩 它底頭還有一些 其他的能量儲存在其他的原子之間 這些原子中的能量被它吸收之後 整個磁性材料的 這個溫度就下降了 所以 就達到一個降溫的目的 如果可以重複的做這個事情的話 就可以 有效率的 再把它下降 這個就是 絕熱去磁法的一個 一個重要的一個 絕熱去磁冷卻的一個低溫技術 OK 好 所以